热等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爱 目前 世卫组织专家组已完成第六天行程 访问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综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美联社三日报道 2月3日当天 世卫专家组在研究所逗留了三个多小时 期间 与研究所新发传染病中心主任石正丽等专家 进行了充分深入的科学交流 我非常了解那个实验室 这是一个很好的病毒学实验室 世卫专家组成员 英国动物学家达萨克接受采访时说 通过走访 对该所在病毒科研领域的专业性严谨性印象深刻 详细了解了该所科研工作情况 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 国际科研合作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成绩 对研究所中屡次被抹黑的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P4实验室 予以积极评价 他认为 也许正是因为该实验室的相关研究 非常接近病毒的真相 反而有一些人站出来指责抹黑它 这一点挺讽刺的 1月中旬 由多国医学 病毒学 食品安全和流行病学专家组成的世卫专家组 来中国展开病毒溯源调查 自1月28日结束14天防疫隔离后 专家组的行程便被多国媒体密切关注 几天内 他们先后访问了武汉金银潭医院 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等地 针对武汉的市场 俄罗斯卫星网报道提到 世卫专家组成员 俄罗斯圣比德堡巴斯德研究所副主任 流行病学博士戴德科夫表示 尽管新冠病毒很可能起源于其他地方 但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内存在着有利于病毒传播的条件 我们参观了市场 他说 没有证据表明病毒起源于那里 可能病毒出现于另一个地方 但据推测 那里有适合病毒传播的所有条件 第六天 2月3日 世卫专家组与中方人员一同走访了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并与该所专家进行了充分深入的科学交流 期间 专家组参观了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 P4实验室 依据安全规格和密封程度 该实验室目前是中国安全等级最高的生物实验室 大约三个多小时后 专家组驱车离开 专家组成员达萨克在推特发文称 他当天在研究所与石正丽等专家进行了一场极为重要的 坦率且开诚不公的会谈 一些关键问题得以被提问和解答 达萨克是专家组中的重要角色 作为一名研究人畜共患疾病领域的专家 他在中国南方研究蝙蝠传播的冠状病毒方面 有着丰富的经验 并与武汉病毒研究所有着密切合作 此前达萨克曾多次驳斥西方流传的一些 类似于病毒为实验室泄漏的阴谋论 另据CNN报道 达萨克在访问武汉病毒研究所后 对频繁被抹黑的P4实验室给予了积极评价 我对这个实验室非常熟悉 这里做出过很多优秀的科研成果 他表示武汉实验室设备精良 我很难想象能有什么会从这里泄露出去 称他对该实验室的安全规程很有信心 当然参观该设施 与我们的同事讨论并了解其组织方式 对我们的任务来说是重要的 一切都井井有条 我不知道是谁在批评他们 这个实验室设备精良 我很难想象能有什么会从这里泄露出去 戴德科夫说 达萨克说 我非常了解那个实验室 这是一个很好的病毒学实验室 在调查下一次与萨斯相关冠状病毒会是什么的研究中 十分成功 但是不幸的是 也许正是因为相关研究非常接近真相 人们开始反过来指责他 这挺讽刺的 此外 达萨克还有力反驳了外界对于调查透明度的质疑 他说 我们已经和石正丽谈过了 他对这些事情都很坦诚开放 他还表示病毒起源不会在短期内得出结论 呼吁人们对相关工作要保有耐心 石正丽2020年12月23日以个人身份透过电子邮件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 回应世卫专家组访问以及外界质疑时 他写道 我和世卫专家沟通过两次 我个人明确表示欢迎他们来武汉病毒所访问 对于是否能够让专家们查看实验室数据和记录 石正丽当时回复说 我个人欢迎任何形式的访问 基于公开透明信任可靠和合理的对话方式 但是具体方案应该不是我能决定的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包括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内的美国政客 曾多次散播新冠病毒源自武汉实验室的阴谋论 却拿不出任何证据 但世界多数专家不同意这种说法 在去年三月发表在《自然医学》杂志上的一篇论文中 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主要传染病专家 援引对基因组数据的比较分析称 新型冠状病毒不太可能出自实验室 该论文称 我们的分析清楚表明 新冠病毒不是实验室构造的 也不是一种人为有意操纵的病毒 对于美国政府的阴谋论 武汉病毒研究所新发传染病中心主任石正丽 去年七月接受科学杂志网站采访时 做出了有力驳斥 他援引团队研究显示 新型冠状病毒的自然宿主可能是蝙蝠 也不排除其他野生动物 他说 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压倒性地得出结论 新冠病毒起源于自然而非实验室 特朗普声称 病毒源自我们实验室的说法 完全与事实相悖 他欠我们一个道歉 在2月3日的例行记者会上 我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 除武汉病毒研究所外 世卫专家组还在当天 同华中农业大学专家座谈 中方是否会正式要求世卫组织方面 赴美开展病毒溯源研究 汪文斌表示 新冠病毒溯源是一个复杂的科学问题 应由全球科学家合作开展有关工作 中方始终本着开放透明态度 同世卫组织就全球病毒溯源 保持密切沟通合作 为世卫专家来华提供了大力支持协助 不少线索报道和研究表明 病毒和疫情早在2019年下半年 就已在世界多地多点出现 世卫组织应根据事实和职责 对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类似的考察 我们希望有关各方像中方一样 在溯源问题上采取积极科学和合作的态度 邀请世卫组织专家开展溯源研究 为国际抗疫合作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承担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近日 一名加拿大驻华使馆工作人员被曝光 定制带有武汉蝙蝠图样的文化山 引发了中国网民的关注 对此 加外交部发言人事后称 这是一个误解 加使馆人员是为2020年初协助在武汉撤侨的 使馆工作人员定制的文化山 其中图案并不是蝙蝠 而是一个名为武当邦的美国说唱乐队的符号 究竟是误解还是恶意挑衅 记者了解到 涉事家外交官名叫韩斯乐 是一名在华工作生活多年的加拿大高级外交官 据了解 在中方企业察觉图案不妥 以原材料不足为由多次晚聚订单后 韩斯乐却不断催促尽快制作 面对中方企业质疑 韩斯乐称 图案中文字武汉只是一行加拿大文 代表很酷炫的意思 在收到八件文化山样品后 韩斯乐向有关电商表示 自己对样品质量很满意 以后可以长期大量合作 任何有基本常识的人都难以否认文化山上的有关图案 给人的直观印象分明就是一只蝙蝠 并且尚有清楚的武汉字样 难以相信一个在华工作生活多年的加拿大高级外交官 对去年少数西方政客在疫情问题上对中国人民的污名化会如此麻木不敏感 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 据英国卫报2月3日报道 加外交部发言人在给媒体的邮件中写道 这只是员工的个人做法 加驻华使馆和外交部均不认可 对其中的误解表示遗憾 外媒分析称 加外交部发言人和匿名外交官在回应此事时 似乎有意为加政府撇清关系拉开距离 称有关文化山是个人采购 费用不由加政府报交 汪文斌 加方所谓误解的托词不能令人信服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月3日在回应此事时明确表示 加方有关人员的错误行径已经造成恶劣影响 引发广大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感和不满 加方应严肃认真对待此事 尽快给中方一个明确交代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